我 也背对背沉默 哇 哇 谁说什么啊 好热啊 美女 美女 要不要学冲浪啊 享受在水面花行的快感 别走啊 谁啊 你说她们不学就不学 她们撇什么嘴啊她们 真搞不懂她们脑子是干什么用的 里面都装什么了 爱马仕 哭泣 艾勒威 对着起她爸妈嘛 我说啊 你每天这样到处搭讪 你不累啊 对啊 今天晚上奶奶回来我请吃饭吧 她说今天一早啊 又回饮料队了 下次吧 好了 行 一会儿你把这儿收拾一下吧 好 爷 慢走 慢走您妹 慢走 早就听说楚浩 跟老鱼年轻的时候一样 英俊帅气 年轻有为 今天一见 果然是气度不凡 楚浩 你在美国读的是纽大 是 跟美瑞一个学校啊 也算是校友了 说起来你还是她的学长呢 正好 你们两位年轻人 好好叙叙旧 当然当然 美瑞在纽约大学读的什么专业 我是学会计的 毕业了 现在在哈佛读博士 对了 你呢 你看我像是学什么专业的 嗯 没猜出来 其实呢 我学的是双专业 其中一个是泡妞 还有一个是婚业店 可别小看我 我可是这两门专业的优秀毕业生 楚浩 别想说 麦瑞啊 楚浩学的是财经 现在是广告导演 是吗 是 那拍广告应该很有趣吧 还好吧 怎么说呢 你知道这个行业 有机会认识很多美女 你知不知道 在我们广告现场 经常你会看到那些 只穿内衣的模特 在现场跑来跑去 对了 美瑞 我看你好像身材也还很不错 又有过羊 有没有兴趣到我们公司应是平面模特 放心 有我在一切都不是问题 嗯 不过 你如果来的话 不可以穿着那么保守 要稍微暴露一点 性感一点会更好 麦瑞 别听她胡说 麦瑞是大家闺秀 开玩笑要有个分寸 爸 我没开玩笑 上次你去我们拍摄现场看过 那些模特本来就穿成这样 跑来跑去的 你看到了 不好意思啊 喂 哎 宝贝 怎么了 我打错了 对 你上次拍的那个大片 出来了 好 要不要看一下 我这段时间忙 所以没跟你联系 嗯 别怪我啊 对 下午我们公司那边有一条片子 你要不要试一下 嗯 对 最好呢 穿着性感 雷丝配上黑色雕带 嗯 好的 那晚上吃完饭喽 嗯 好的 好了 拜拜 爱你 既然于公子这么忙 那我们下次再聚吧 美瑞 走 金行长 吃完饭再走吗 金行长 金行长 既然 你要请的客人都走了 那我也没什么事了 先回公司了 站住 你什么意思 耍流氓啊 还是故意给我难开 那你希望我怎么样 跟他谈恋爱 然后跟他结婚 把他娶回家来给你当媳妇 让金行长成为你的亲家 然后你们集团可以正大光明地 跟他们银行合作 那你当我是什么 我是你们集团业务拖展部的 我都这岁数了 还能帮你几次 老大不小的人了 就这么一直玩下去 我已经独立了 很多事情我可以自己做出 用不着你帮我安排 这边的情况你也了解了 如果觉得还满意的话 要不咱们今天就先把 合同签了 订金交了 马上要到婚庆高峰期了 您如果现在不做决定的话 恐怕到时就来不及了 那你们这报价多少钱来着 场地费和音响费 合在一起是一万 酒水饮料已经含在饭菜里了 是三千一桌 太贵了吧 小姐 您看我们店的档次和菜品的水平都在 这个价位真的是不高了 我看也不怎么样啊 你看这大唐的装修 明显都是五年以前的 音响设备也太差了 我们家淘太子都比这儿强 还有那宴会厅面积太小 桌与桌之间的距离太近 服务水平也一般啊 我刚才看好几个服务员那儿聊天呢 这服务态度都这样 我看这菜色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们的菜单和服务 都可以根据您的要求再具体调整 您看咱们这次婚宴 大概定几桌 至少也得五十桌呀 夫君 五十桌 咱们请那么多人干嘛呀 怎么了小小 我们结婚呀 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我一定会照告天下 向全世界宣告这个戏剧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一脸的穷酸气 充气量 只能挡到垃圾什么的 我告诉你啊 做广告就是花别人的钱 赚更多的钱 赚钱你懂吗 赚钱你懂吗 怎么回事啊 平面模特一个六千 我不知道她从哪里搞了两个歪瓜裂草来 一个还要三千 最重要的是不能用 人家摄影师就这么一个下午的档期 还是我昨天晚上喝了一晚上的酒球来的 现在人家大事不干了 你让我从哪里搞个大事过来 贪小便宜吃大亏 你以为找十个模特还能打包批发呀 还不快点儿跟沙姐道歉 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我觉得我今天做的没有错 我叫了两个人过来 一个留着备选 即使只选定一个 也是为公司着想啊 我自己又捞不到什么 我给她做牛做马端茶倒水 不是为了来挨骂的 给这种人当助理 根本就学不到东西 所以你故意找这么两个货色 故意找我麻烦 看我笑话 你早说呀 我还以为你真的脑残呢 不好意思啊 我误会你了 你被公司开除了 怎么 没听见啊 不是啊 我 我 我就是想教育教育她 虽然 她是块废物点心 但充其量只是块小点心 还没有达到豪华礼盒的程度啊 我开除Dub是因为她的工作 是因为我不允许这个公司里边 有人用这种态度跟你说话 这两天辛苦了 我会再帮你找人的 夫君 我觉得 咱们看的这几家都太贵了 咱没那么多钱 要不咱降低点标准 只要味道好干净 不就行了吗 这你就不懂了 这婚礼可是脸面上的事 必须办得漂亮 不能让人家瞧不起啊 况且 这是我打开创业渠道 聚集社会人脉的重要场合 我们必须得认真地办 高调地办 豪华地办 可是 我本来以为 咱们就之前两边的亲戚朋友 大家高兴高兴 随随便便吃顿饭 傻瓜 我们结婚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那聚餐的机会多的是 但这次婚礼 是为我以后的事业铺平道 你可得全力支持我 不许大推党鼓啊 如果钱不够的话 就跟咱爸的再借点 反正以后我有钱了 一定不会亏待你 再说 他这次可是把掌上明珠给嫁出去 咱把婚礼办好吧 他老人家脸上 被贴金了 是不是 可是 我还能跟我爸说呢 啊 我爸那个人啊 他心太重 一点事儿 他就唠唠叨叨个没完 就要是让他知道 他肯定跟我唠叨就唠叨那 我对烦死 小夏 我向你保证 我们这个婚礼有多精彩 我们的未来 就有多辉煌 你 好 那两位慢走啊 证物子 您看我那个项目您得 试分策划出吧 好吧 一定不让人失望 先生您还没有买单呢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怕我不买单啊 他们走了我还没走呢 叫你老板去 对不起 什么玩意儿 喂 我正忙着呢 跟这个大老板正谈生意呢 这关键时刻啊 张总 这两百万 这太少了 我这项目起码得两千万 是的 王总您放心好了 先不说了 他们的开价是两千四百万 我们的开价是三千万 嗯 是的 还是那个要求 付全款的百分之三十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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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位小姐一样 双份威士忌不加冰 除非是心情不好 要不就是酒量过人 想找一夜情搭讪 你聊错人吗 你说这话 严重地伤害到了我的人格 也侮辱了你的气质 我不是随便搭讪的男人 你也不是轻易上钩的女人 我之所以过来 是我看到了一个跟我一样 忙碌了一天的工作 到酒吧放松心情 喝一杯酒回家的高级主管 所以 来 干杯 我从来不跟陌生人聊天 记我账 谢谢小姐 谢谢小姐 孙美丽 欢迎来品尝 谢谢 我当鞋开张的 现在有特别优惠 你好 我现在开张有特别优惠 我真搞不懂你在想什么 说找工作 结果扮成一只鸭子在这里 你不觉得丢脸了 我丢谁的脸了 我趁着这样谁能认出来我 再说了 就算被认出来又能怎么样 工作嘛 哪有什么高地贵贱之分 只要是自己动手风雨足食 你不要瞧不起这只鸭子 你可以找别的工作 我又不是找不到 餐厅端盘子每天二十五块钱 超市打工每天三十块钱 加油站每天三十五块钱 我穿这个 每天五十 要您你选哪个 我当然选这个 好好好 五十就五十 我就想先赚钱 等我赚到第一桶子 你看我怎么白手起架 自己创业 创业 那你想做什么 我想开广告公司 广告公司 这宽围也太大了吧你 一点都不大好不好 你别忘了 我可是广告系毕业的 做广告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人因梦想而伟大 我的气球 你换不我开车啊你 怎么样怎么样 有没有伤的 快打120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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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 我们去医院了 马好 马好喽 喂 诶 菲菲啊 今天要不要去潜水啊 诶 行 好 走 陈夕 陈夕 没事吧 陈夕 陈夕 医生 医生 这人就好了 乖 医生 看一下 乖啊 看他怎么样 护士 你检查一下他有没有骨折 或者脱臼什么的 我刚刚忘了他的时候 他小玉玉好了 人家是护士 你就放一遍 医生 护士小姐 我朋友他也受伤了 没事 只是他伤 不用风筝 先消毒止血 我准备一下 你等一下 谢谢 喂 你今天怎么开车的 有你怎么开车的吗 你没有看到小孩吗 哎 要吵到外面去吵 吹吹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开车的你 把小孩撞到了怎么办 他爸妈怎么办 对不起 对不起 刚刚明明是红灯 他突然从马外对面冲过来 所以我才会 小孩懂什么呀 小孩懂红灯停律登行啊 那人大人你应该注意啊 你不会连驾照都没有吧 你把驾照拿出来给我看 驾照在车上 你放心 这个事情我一定会负责到底 对了 那 这是我的名片 来来来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来来来 让一下让一下 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郑先生麻烦你出去一下 佩佩 你查的证件 你 给我滚 干嘛啊 身份证拿出来 他怎么弄成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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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气瓶的货箱没锁好 然后被砸到了 谁锁的货箱 大冬 大冬 苏比 露露 是你对不对 是你对不对 为什么是你啊 你天天滚的捡钱就算了 现在还还在受伤 他把你挡了多点事啊 把你那么多忙 你怎么能这样 你怎么 是啊 小玉 小玉 你这是干什么呀 小玉 小玉 你冷静一下 不要这样子闹 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奇怪 我怎么当他兄弟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他是谁啊你 我是他老婆 我是他谁 我呸 他连婚都没结 哪儿来的老婆 你花痴吧你 我呸 自己做错事了 还骂别人 我今天不把你牙打掉了 你根本就不让你自己 都给我闪了你 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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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你啊 我告诉你 我不是打不过你 我让你 我哥们现在在里面躺着 我不跟你介绍了 没对 一看你就是有素质的人 所以我觉得你将有应该 慎重不要将损影 别跟他选 像个疯狗似的 见到人就乱影 你说谁 你说谁 我没听见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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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 你不要再闹了 我们走了 再说一遍 你刚才是在干什么呀 都不认识人家 你就这样冲上去骂 要不是我刚才反应快 你早就被打了 他敢 我见他敢 你怎么知道 你认识他们 看你那么关心你肯定认识 他们是谁啊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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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高中大学跟你同一个学校 回到家又是同一个房间 我怎么没有听过他们两个 你 你那三点一线 宿舍 图书馆 饭头 你当然不会在乎这些了 你哪有工晓啊 对不对 你刚刚还喊自己是他老婆 你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就 我们 我们上学那会关系好 男生的女生都这么叫的 你连坐公车 被人家看一眼都回去跟我报备 那这么熟的师兄 我居然会不知道 爹 那个 我那服装放在广场了 这要丢了 我百感一年都赔不起 我去找找 好 喂 急诊病房 你好 你好 我想打听一下 今天有一个磕伤腿的人 送到你们这儿来 男的叫宋晨熙 现在伤势怎么样了 这涉及到隐私问题 我不方便回答你 我是他老婆 拜托你跟我说吧 你老公躺在床上 你就打个电话 这么过来问 你要真是他老婆 你怎么不自己在医院看他 离婚了吧 对不对 这离婚了你就别再纠缠人家嘛 你以为打个电话过来 就能找回他对你的感觉 我离不离婚关你什么事啊 我就问一下他的情况 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也不是问身份证 怎么说话呢 你叫什么名字 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投诉你 我让你们 喂 喂 什么意思 你明明说好 不再跟他有任何瓜葛 他为什么就是放不下 咱们曾经有过希望 难道这一切 你都不记得了吗 希望在哪儿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看到你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看到你 我怎么用不 Untertitel 我就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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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我自己说你还能把他摆思好的 谢谢你 你什么时候 我称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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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就是一个国家的特别 完全信息 我两次的电话 那下 你又是一日子 房子 我第一次的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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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营养 交好的快 我当时真的以为后果仓锁好了 他 怎么就就就突然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没事的 也不是什么大伤 以后做事啊多上点心就好了 你去帮我把春月手去办 我想回去了 你看玩笑呢 人医生都说了 你这个脚就得留院观察 我没事的 我跟你说一件事 那天我送你来的时候 又碰到上次吐我口水那个女疯子 她冲着我就是一通骂 她还说是你老婆 我老婆 你没看她当时急得那样 我还以为她 她真的跟你有点什么是不是 我不认识 你再好好地想想 我知道了 你原来肯定在海边勾搭了人家 别人度完价回去了 对你恋恋不舍 你却把人家给忘了 是不是 我真的不认识她 再说了 她那样的女生也不是我的菜 你呀就别瞎惊计了 你记住啊 千万别告诉外奈 那 那我怎么办啊 我和晨曦认识没多久 奶奶就过世了 那是一个意外 之后每一年 到了奶奶的季日 我都会陪晨曦一起去看奶奶 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去去世了 我是奶奶一个人待待的 她现在也走了 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你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我呢 你放心 我 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振作起来 振作起来好不好 我 奶奶 你 你怎么来了 不是我 我绝对没说 奶奶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还是我以前的同事通知我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受伤不通知奶奶 我没事 我没事 奶奶 你别哭了 我想着啊 你跟医疗团下乡了 不想让你着急 我没事的 真的 我没事 我来 我来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没有 收到了一条 垃圾短信 躺好 躺好啊 好 我去跟医生了解一下状况 好 阿旁 看着他 不准他动 是 遵命 吓死我了 奶奶怎么突然来了 你说这医院的人真够缺德的 打扫报告比我的嘴还快 不知道是谁给我发的 谁啊这是 这一看就是有人在整你 管他谁啊 删了 你还想不想混了 你是真傻呀 还是装的呀 你四年的法律是自学的吗 正式的律师喊你都不会写 就你这水平还考律师啊 可是 我是照您说的写的 同学 往上下班前放我桌子上 对了 这是新街的离婚案 涉及儿童抚养权的问题 你一会儿读一下 然后给女方打个电话 让她过来协调 知道了 你爸广告公司的计划 已经寄过来了 你要不要看一眼 没兴趣 这不是你有兴趣没兴趣的问题 这可是法拉利和宾利的问题 你爸每年公司的预算 可是上亿元啊 就算上百亿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哥 父亲有事儿 儿子怎能不出一分力啊 你什么好病 诶 找人啊 诶 美女 喂 喂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王呆比先生是不是在这儿工作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没有 没有 那 制片人 那 谁是你们公司的负责人啊 他 他是老板 那个 本公司由我负责 你好 你好老板 幸会幸会 李小姐啊 关于那个车祸的事儿 别别别别说了 挺不好意思的 那天是我太着急了 我看到小孩过马路 我怕他被撞了 我才闯到红灯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对不起 谢谢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不应该开车的时候接电话的 你们想多了 真的 你说这世界这么大 咱们在茫茫人海中碰到 别说怎么碰 车碰人也是碰对不对 这是缘分 还什么钱不钱的事儿 这医药费 一人一半 当交个朋友 就这么定了 你们人真是太好了 这要是人都像你们这样的话 是会早和谐了 等着 这是我医药费 你们看一下 278 那 这怎么行啊 我这是很有原则的 说好赢人一半 就赢人一半 两百块钱 两百块钱 两百七十八 我应该找给你 不用找了 一百八十九 真糟 我看你公司装修挺好的 你们是干嘛的呀 我们这是一家 广告公司 这 咱们 咱们太有缘了吧 我 我刚走进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你知道吧这种感觉 你们能懂的吧 就特别有回家的感觉 我也是做广告的 如果贵公司就缺 像我这样 出众理念 有原则的人才 我们可以聊一聊 真的 你看吧 今天我就是有点着急 就 没太名片 我给你留个电话吧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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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叫李明玉 这里有我的家里电话 手机号还有QQ号 还有M7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们再联系 这联系方式挺全的 我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 再联系啊 你就是电梯里那个臭 不是 你认错了 认错了 好 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 你没认识啊 呃 妈 好 臭屁 想不到你在这儿工作 要是不想让你老板知道 你在电梯里甩流氓的光荣时机 就赶紧帮我说两句好话 笑什么笑 你笑你就不是流氓了 你老板要是知道的话 你给我把你开住 臭流氓 你站住 好 把这份 机能饮料的资料 拿回去好好看一下 下个星期我等你报提案 这 这样行吗 不 不用问问老板 喂喂喂老板 这样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啊 谢谢老板 我的提案 一定会让你买点本子 我说你怎么回家 你怎么回家 喂喂我说你怎么回家 再见 再见 喂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了 哎 不是你们两个说 让我接我爸集团的案子 我这不接了吗 你这分明是跟你爸赌气呀 他能出什么好的创意呀 对呀 而且你看他年纪轻轻 但完全一副大妈的做派 这就对了 他像大妈 我爸是老头 老头大妈 绝配 小妹妹 你还记得姐姐吗 你是那天送我去医院的漂亮姐姐 还有一个姐姐受伤了 对呀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是我妈妈带我来的 那妈妈呢 小妹妹 其实 你爸爸和妈妈很爱你的 只是大人的世界 真的太复杂了 我知道 可是 爸爸找了新妈妈 新妈妈不喜欢我 爸爸不在家的时候 新妈妈老掐我的脸 我不喜欢 好疼 这女人哪 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 以后会有很多麻烦的 你最好确实清楚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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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那天救我的贝贝姐姐 谢谢你啊 不要客气 孩子没事就好了 张律师 贝贝 那我们先走了 走 拜拜 你去初厅给我作证 这起车祸 是很好的证据 证明孩子的母亲 根本就没有尽到责任 照顾好孩子 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 这场罐子 咱们赢定了 可是刚刚小妹妹告诉我 新妈妈不喜欢她 而且有时候还会打她 这是小孩子的一面之词 你要知道 小孩子是很容易被大人给误导的 这些话很可能就是她妈妈教她说的 目的就是干扰庭上的判决 我们是孩子父亲的代理人 我们的义务 就是要为当事人争夺最大的权益 那如果是真的呢 这些都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啊 车祸已成事实 出厅那天你就去作证 把你那天看到的一五一十的都讲出来 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 可是 就这样 你出去吧 早 早 不好意思 第三天就来汇报提案 千万没有打你计划 如果现在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的会议室开会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有什么事在这儿说 伤安无造 我要去准备一下 我的提案 在我那个时候 我是说在未来 饮料市场将会被几个大的集团公司垄断 种类很多 但是都是这几家公司的产品 所以 所以一个企业的形象要比产品本身更重要 好像不用等到未来吧 现在就是这样 电梯男 我在跟老板汇报提案 你突然打断我的话 会不会很没有礼貌 那 我可以继续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为客户的企业形象加分 那 纯净 自然 健康呢 什么 纯净 自然 健康呢 健康 是这款产品最大的特点 你把广告的创意放在商品上 而不是商标上 可是商标很重要 没人说商标不重要 但那不是我们广告要表现的重要 所以 恐怕你在大方向上 就错了 大方向是你能决定的吗 大方向是老板决定的好吗 老板 你觉得我该怎么改 那得看 那得看导演的意思 导演是 导演 你觉得怎么样 他是导演 他是导演 而且 他还是老板 我的天 导演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 特别特别对 健康自然 纯净是吗 这三样缺一不可 您是导演 我相信您一定会拍得特别纯净 因为您长得就这么纯净 所以这一点我根本就不用担心 你这种做法 是典型地把消费者当白痴 请问 你希望别人把你当白痴吗 对不起 导演 我不想听你解释 我只看结果 你还有五天时间 回去再好好想想 李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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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落在公司了 谢谢啊 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只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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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针对你的提案 不针对个人 我知道你不用担心 我又不是什么小女孩了 这点错识我顶得住 刚才你说的那个提案是你自己想的还是有人帮你 自己想的 方向是对的 作为一个菜鸟来说能够想成这样已经很难得了 不愧是导演 观察入微 心思缜密 我就喜欢跟你这两人合作 可问题是这 这 机会都是要靠经验积累的 没机会哪来的经验是不是导演 你给我个机会 我不会让你希望的 你多大了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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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